台大女学生可要小心了 之前出现了吐口水怪客 还有图书馆席凶狼 我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漏鸟男子 女学生是在校总区 工学院综合大楼附近 碰到一个年轻男子漏鸟未褶 甚至跟随女学生 让女学生人心惶惶 台大校园占地广阔 不过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出现治安死角 有女学生表示 12号傍晚6点左右 在校总区工学院综合大楼附近 碰见漏鸟侠 整个人吓傻了 我看到她就是把裤子拖到膝盖的地方 然后两只手握住她的伸直器 然后我就觉得 天啊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种事情 就读研究所的女学生 当时就穿着类似短裤 傍晚买完晚餐要回戏馆时 被眼前景象吓了一大跳 男子之后甚至一路跟踪尾随 女学生只好拔腿狂奔 她清楚记得 这名男子年约20多岁 身高175公分 身材为胖 当天穿着白上衣 水蓝色短裤 一次是熟悉台大校园的人 晚上的时候人就会比较少 而且很多地方都没有照明 其实很危险 就大概几个人 你看你现在能力 我都不准了 那就是有时候就一个 校园那么大 校园队虽然就在校园里 但是编制总共才20人 平常一个时段 只有三名远警上班 常常一位校园 就要巡逻将近150公顷校园 人力非常吃紧 校园安全亮红灯 漏鸟侠台大内趴趴走 让学生晚上如何安心开书 周天新闻刘世伟定心呀 特别报道